大家好,又回到我們眸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震撇市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震的好 亦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各位網友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眸向正向沙冷氣 點讚、分享和訂閱 希望留意見設性的留言 好了,今節就說說這個 繼佛羅里達州之後 還有一個州份就是喬治亞州或者佐治亞州 喬治亞州是甚麼意思呢? 原來就是有一項禁止中國等國家代理人的這個法案 就是在他們州的眾議院 以97票贊成67票反對是獲得通過的 這個亦都是好像之前那樣 但會不會受到法律挑戰?應該就會的 不過這個政治動作比較大 原來在喬治亞州購買 農田或者軍事設施附近 土地的法案 有民主黨的議員 對此 露斥 他擔心這個舉動 會引起新一輪針對亞裔美國人的種族 歧視事件 肯定會的 肯定會的 之前是新冠,你經常說是 大陸來的 就算你肚子被人動手 沒錯 並且無助於美國國家安全 原來喬治亞州這個叫做 SB SB420 的法案規定來自中國 古巴伊朗 朝鮮 當然俄羅斯也有份 的代理人 如果他不是美國公民或者合法居民 將被禁止在喬治亞州購買 是農田或者距離軍事組織16公里以內的任何土地 除非買家在過去一年當中 最少有10個月在這個 州份居住 根據喬治亞州的議會 官方的 聲明看到 由於 眾議院就批准了這個最新版本 將會返回 州參議院 你記住剛才是州眾議院 之後就返回州參議院進行審查 州參議院 早前 是通過版本限制更廣泛的 這個東西 亦都禁止的隊長 擴大到來自這些國家 所有非美國合法居民 以外的 這個 外國人 是禁受土地的範圍 亦都擴大到說這個夠瘋了 剛才說16公里 不行 40公里範圍 全部都拉了 40公里很大 說真的 雖然這個SB420 是涉及多個國家 但是 議員亦都討論重點就是和中國有關 爭辯當中 是相當激烈的 好像華裔身份的民主黨 周眾議員 就叫做歐曉瑜 就叫Michelle O Michelle O 他就說這個法案 將種族主義是武器化的 他就說無論是否 說明也好這項法案 都會描繪出這樣一番景象 就是來自世界某些地區的居民是不可以信任的 而這個 僅僅是因為他們來自特定國家 在本質上 是會被人懷疑的 當然這些東西當然會引起一些仇雅事件的肯定 不僅仇雅是仇 是某些國家 這是 俄羅斯 也不是全部亞洲國家 被視為歐洲國家 另外 一位 叫Sam Park 就是 他們周韓裔的民主黨眾議員 他也對 SB420法案 持反對態度 他就認為這個法案 無異於 美國歷史上限制中國移民和亞裔美國人 土地所有權的立法 他也質疑 由於房地產經紀人可能 沒有辦法區分華人和其他亞洲人 中國代理人和中國居民 他們也分不了 他們最終可能會拒絕和所有亞裔的移民合作 當然這個州的民主黨人 亦在會上提出 之前佛羅里達州通過的SB264法案 禁止中國 公民在他們州購買土地和房產 居住在佛州的中國公民 以法案違反了禁止 駐防歧視的聯邦法律 發起了集體訴訟 將州政府告上法院 他也警告喬治亞州 如果是鑑朱尼亞的話 這也可能會面臨類似的狀況 到時州政府還要浪費納稅人的錢 去找律師辯護 去年8月份的統計也發現 去年美國33個州的議員 總共提出80多項法案 禁止中國政府和一些 中資企業和部分中國公民購買軍事基地附近 附近加的引號 因為有些很遠 他也說附近40公里也叫附近 不好意思 農田中的房產 有十幾項法案已經在阿拉巴馬州 和愛達河州和維珍利亞州 成為了法律 多數 這些州份都是共和黨人做頭 亦有些 法案得到兩黨支持 但事實上 中國在美國持有的土地量 不僅好 而且這幾年 不斷縮小 我們之前說過 因為大家沒有信心 覺得你經常搞我便走 賣了你也會搞我 迫我賣出來 所以不如快點自己 趁好價 不好價也脫了手 當然和經濟 的理由也有關係 但這是擔心地緣政治 其中一個 美國農業部在22年12月 發佈了一份報告 中國 企業實體在美國擁有34.9萬 英畝的農業和非農業用地 略低於美國 所有外國持有人 土地的 百分之一 其他國家的外國持有人 百分之一 都未到 另外去年 廖福布斯也說 相當驚人 中國持有的美國土地數量 遠遠落口於鄰國加拿大人 加拿大是多少呢 就是 1280萬 英畝 連開曼群島 也不夠 開曼群島 也有67.2萬英畝 中國只有34.9萬英畝 當然他肯定發財 開曼群島應該是英俗的地方 加拿大更加不用說自己有 這些東西 這樣炒作 其實有些人想著投資 不想那麼多 去其他國家 當然他們經常說搶地 搶地很危險 之前 其實香港也說 那些人搶了樓 新移民 賣貴了樓 和大陸人 搶了資源 大陸又不理了 你又放了 又說 沒有人消費 現在香港人就去大陸消費 所以這個世界就是這樣 你永遠不知道 將來誰是強勢 誰是弱勢 誰是弱勢 誰是靠誰 不知道 是嗎 當然 這些製造恐懼 無非都是美國政客 偏造、炒作 中國的協論 以各種形式 向美國 發起了戰爭 很危險 對於美方的炒作 說得這麼誇張 土地戰爭 有些 佐治亞州或者喬治亞州的媒體 說土地戰爭 其實這些應該是很少的 還有也是那句 我們經常說 買了你都會不會收我的 你想想當時 記不記得當時醫戰的時候 美國怎樣對日裔美國人 你經常說 大上來 送來 送去 嘟嘟營 你真的將日裔美國人送去嘟嘟營 是不是 那你又不說 沒有這些理由 說出來 當然他們經常炒作 國家安全 國家安全 中國《外交部》之前也回應過多年來 中國企業對美國的投資 亦為美國國內就業和經濟法 作出重要貢獻 泛化國家安全概念 將 經貿問題 政治化 違背市場 經濟原則和國際貿易 規則有損外界對美國市場的信心 不用說了 不過現在他也不理那麼多 選舉要緊 說到選舉 原來阿租也挺搞笑的 拜登在社交媒體推打 發了一張 美國前總統 亦是共和黨參選 美國總統參選人特朗普 貼文的截圖 稱讚 很厲害 在自家俱樂部舉辦的頒獎禮 得了兩個獎 他就說 恭喜你呀 真是你了不起的成就 原來這個阿租 他亦是玩截圖 截圖了 而拜登本人 其實 是沒有進駐另一個 死家媒體 特朗普很喜歡 Truth Social 這個 其實我也沒有下載 我沒有很少用 沒有 我都沒有 連這個 VV 現在還有沒有運行 還有運續 很少 我都很久沒上過了 可能他的帳戶也不知道怎樣 之前也說不要Facebook 不要WhatsApp 不要IG 結果你不就用了 現在Facebook、IG 下載幾次 你不就死死地氣 用了他 不一樣 對呀 一旦哭哭哭哭哭 當然 Trump 肯定之後 用語言上還擊他 這兩個兩腦對決 我覺得都是得淡少 至少 最後來應該 在這個勢 Joe的勢就上來一點 而且為什麼這些民主黨人 在佐治亞洲和喬治亞洲 這麼認真對著幹 因為這個喬治亞洲 是為這個法律反對的人 其實多數是民主黨人 還有華人員 剛才的Michelle O'Reill 都說 把種族歧視作為武器 因為喬治亞洲 很簡單 是搖擺州份 搖擺賓州 不是搖擺 是搖擺 喬州 或者左州 兵家必針之地 沒錯 其實 特朗普和拜登 9日的時候 各自在搖擺州份喬治亞州 舉行的 競選集會當中互相抨擊 亦拉開了對決的罪幕 也是2024年總統選舉 選戰進入新階段 當然大家肯定不會留口 你說最後怎樣呢 不知道 但我覺得 我有預感拜登是很險性的那種 好 今次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多謝各位 再見 拜拜 小明星大師